骑士惨败后公布一项数据让球迷非常愤怒,这是詹姆斯都得绝望,今天的NBA季后赛东部决赛结束,开尔特人主场96比83战胜骑士,赢得了一场宝贵的胜利,骑士输掉天王山之后,大比分二比赛落后,已经被逼到绝境,下场如果再输,就将和本赛季彻底告别, 本场比赛骑士在防守端,不再像之前那么松松垮垮,有些许的提升,然而自己的进攻却迟迟打不开局面,不仅错失多次空位机会,罚球命中率也是非常一般,骑士全场3分34投紧9中,绿军39中13,而罚球方面,骑士19罚12中,绿军却23罚21中,仅仅丢了两个, 本场的屡次打铁已经让球迷非常愤怒,赛后骑士公布了一项数据统计,让球迷们更是失望,骑士后卫JR史密斯在客场的三分球11投进0中,身为一名以得分投射建场的球员,居然在东部决赛这种关键的比赛中一个球没投进, 这让骑士球迷非常难以接受,把输球的责任统统推到了JR头上,虽然输球的责任不是全部在他,但是这样的命中率,确实让人非常难以接受, 而且如果骑士最后打入抢期大战,那么抢期还是在凯尔特人主场进行,到时候就用这种命中率去打比赛,而且打成这个样子居然还一直是收发雷打不动, 泰伦鲁不知道是怎么想的,希望JR早日找回状态,作为詹黄身边的代道侍卫,其实需要你,詹姆斯也需要你的支持,你认为JR回到主场能够爆发吗? 克拉克森到底应不应该代替JR首发呢?欢迎留言和我交流本文,戏长江体育独家告件,未经授权尽职转载小伙伴们欢迎关注我哦!